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 怎麼用VEGAS來做馬賽克的功能 那在畫面上我們有看到有兩個視窗 那我們現在想要把右邊的這個視窗裡面的文件把它馬賽克 那我們要怎麼做 那首先呢我們先用 我們先用VEGAS裡面的工具 VideoFX 那裡面我們去找 Pixels 這個功能 那選擇看了馬賽克的程度 那我們這邊選擇Large 按一下然後把它拖到影片的影片軸裡面 然後放掉 那之後你就看到畫面這邊馬賽克 就馬賽克的功能 可是它是整個都是馬賽克 那我們先這樣子然後按XX 好接下來我們再把這個 影片我們把它這個影片我們把它複製 增興到 我們增興一個V6軌道 然後在這個 馬賽克的上面 我們把它貼上 然後把它對齊 然後把它對齊 那我們把這個新的軌道 把馬賽克的特效移除 那怎麼做呢 也是進入這個FX裡面 然後把這個Pixlet刪除 點它 按刪除 那恢復成正常影片 然後先把它關掉 那接著呢 我們再用 我們再用這個新的軌道 我們再用一個工具 就是 也是在VideoFix Fx 然後 選擇Corp Corp 就是剪材的意思 然後我們選擇它 然後我們用Default 然後也是這樣拉 把它拉進來 這個新的軌道 它跑出這個畫面 那我們不用去調整數值 我們看到 這個右邊畫面上 有一個這個拉把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來調整 我們要把 這一塊留下來 我們就選擇它 好選擇完之後 對齊完之後 我們就把它關掉 那 那 其實選擇完之後 你就看到這個效果 就會出現 就是 左邊的這個 資料是 沒有馬賽克 那 右邊 它已經 它是從 已經被馬賽克掉 然後 我們播放看看 右邊馬賽克 左邊 是正常的畫面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這次的教學都到這邊 謝謝